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菩萨问明品 祭送第八首 我们还先将经文念一遍 世间所见法 但以心为主 随即驱众向 颠倒不如实 这首祭的大义 前面已经说过 清梁大师 在著书里面 告诉我们 这首祭 祭的主要的意思 是教导我们 一解 令如 为师 亮观 那么我们 参考 六祖大师 在谭金 对 智通发死 第一番开始 智通 也是在 六祖会下 开悟的 开悟的 确确实实 是明心 见信 明心 见信 就是 正德 法身 菩萨的 鬼 我们知道 六祖实在是 了不起 一生当中 真正成就的弟子 有四十三个人 这在中国历史上 真的是空前绝后 六祖之前 没有这种 这么兴亡 六祖以后 也没有 那么智通也非常了不起 他在没有遇到六祖之前 都能且进 能且呢 是发向为师宗 六经之夜 他真用功 我们中国古人讲 都数千遍 其一自见 他把能且进 度了一千多遍 但是对于三生四智 无法理解 搞不清楚 到曹西 向六祖请教 六祖确实 你不能说他了 不认识字 他不懂教 你看他这个八句祭 他通啊 根正是通宗通教 这个就是所谓 一经通 一切 一门通 门门 接通 无量发门 一通 一切通 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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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祖 给我们做了个证明 所以 他这个八句祭 引进 一改 这个志通 这个志通 法师 一听到之后 真的 就转 八十 乘四智 转八十 乘四智 就是明星 见星 就好像发达禅思 圣年在法华经上用的功夫 法华经长 齐卷都很长 长卷 他读法华经三千遍 人切经 比法华经还要长 你看看 都是千遍以上 遇到祖师 祖师给他一指点 他就通了 就误入了 没有这样的基础 遇到祖师 没用啊 那我们想想 我们今天学教 什么人 在这个 一部经上 下 这么深的功夫 这个 往年 中国河南 有个史居寺 来找我 他学讲 无量寿经 好 我很赞成 他想出家 我没答应他 我教他 你把这个 无量寿经 好好的讲一百遍 听说一百遍 他是讲满了 但是 好好的讲一百遍 有没有福音色则 出之大业 要认真 那现在就是说 讲一百遍 讲一千遍 能不能欺辱 那要靠个人的 善根福德 应验 什么叫善根福德呢 佛法里面 一心恭敬 儒家讲的 主敬存成 那我们现在 提倡的 弟子规 十善业道 真正能够 把这个 十善业道 弟子规 百分之百的做到 那我肯定 他有成就 在净土中 他所取得的 十善业道 十善业道 就是民心建训 就是转世称职 这个就是善根福德 我们过去生中 修集的 善根福德 我们没有神通 不知道 但是在这一生当中 没有遇到远 小时候在家里 父母没教我们 长大 在学校尊长 长辈也没人教我们 所以 不能 不会被 社会 染污 而且这个染污 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在我们这一生过程当中 十年十年来比较 我是22岁到台湾 到32岁 我33岁出家了 那个十年 那个十年 台湾社会风气 算 川后 川普 人民 老 尘 中 后 我们问 像那个 出道那边 问路 那做小生意的人 问他 这个路怎么走法 他能把他的生意放下的时候 带着我们走一趟 有这样的人情 我也 我们这个陌生人 遇到他 诚心诚意来照顾你 他第一个生年 第二个生年的时候 就没有第一个生年 那么样淳朴了 逐渐变了 第三个生年 第四个生年 从前那种风气 没有了 你问路的神经理不理你 哪有给你讲得清楚 带你去走 没有了 那么这个 这个社会大众 说再讲呢 受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电视电影呢 这些东西的影响 走向 功利主义 自私自利 其心动念 实在说 都是 怎么样 损人 利益 以这个 为聪明智慧 手段 手段 很高明 怎么样能欺负人 能占有别人 可是古报 那个现实报 也很快速 我们看到 现在 许许多多 这个 这个 年轻人 中年人 起来的 很快 没落 倒闭的 也很快 这个现象 只有佛家 英国律 讲得通 你能够起来 你能够拥有 那么多的 财富地位 是你过去 身中 命力所修的 但是你 得来的时候 你不是用 正当的手段 所以 那个佛报 亏折了 很快 就亏损尽 你保不住 真正叫 昙花 一些 那我们看 古时候 这些人 为什么他能保住 通常我们 我们业余常说 富不过三世 换一句话 这个富贵 保三世 是个正常 什么原因 有老人 叫 如果他们 家里 积德 雷公积德 深厚的话 他能传 几十代 在中国最著名的 我们 我们 英光大师 常常说的 孔老父子 孔家到现在 其实都带了 都特别受人 尊敬 范忠燕先生 也传了 将近一千年 几十代了 廖凡先生 传了十几代了 都不错 祖宗积德 祖宗积德 后 奉行 弟子归 奉行 古甚先行 善良的教诲 自己 诚心 诚意去做 教导 你的 家庭眷属 你的后人 像你一样 诚心 诚意去做 你的家道 可以保持 代代不衰 那么有人就要问了 今天是乱世 局势之人 都其大 我要做个老实人 我在这个社会上 还能生存吗 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统统都骗人 我也欺骗别人 好像是应该的 殊不知错了 你能够老老实实 不欺骗别人 你这一生 会过得很幸福 会过得很圆满 问题就是 你想不想行啊 因果报应 是真理 古今中外 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把这个人推翻 你看佛法的 常说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善因 还是有善果 沃因 还是有沃报 无论在什么时代 无论在什么地区 这叫真理 我算是相当幸运 26岁 遇到佛法了 方东梅先生 把佛法 介绍给我 不多长的时间 我记得好像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 我就认识张家大使 接受他老人家 指导 三年 到老人 元吉 元吉之后 又一年 我认识了 李老师 跟李老师 十年 在这个 身行教育 顶顶顶顶顶顶顶 基础 一生 没有害人的念头 没有害人的行为 生活虽然艰苦 艰苦是全身没修复吗 这个不能怪人 不怨天 不怨天 不由人 这个两种果报 这个饮业满业 我很清楚 很明白 我懂得这个理论 懂得这个道理 也懂得修学的方法 所以我命运 像辽凡先生一样 转过来了 我比他转得还殊胜 我比他转得还快速 圣贤教会 我这五十多年 这个修学 做了证明 绝不欺慌众生 诚诚恳恳 老老实实 厨师待人见我 你来顺手 挫折很多 那是什么呢 小业障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我们这个经常讲的 转时辰志 你要能够转 会转 转进阶 没有怨恨心 别人 别人毁谈我 别人毁谈我 侮辱我 陷害我 我不但没有 成会 我有感恩 感什么恩呢 他消我的一掌 越是严重的打击 消很重的业障 而且消得非常快速 你说我能不干净吗 如果我要不接受 我要有成会心 有报复心 那个麻烦大了 不但业障没有消除啊 这个业障还要加重 那就错了 大错的错了 人生苦短 时间过得很快 我26岁修佛 明年80岁了 真的是一瞬之间 想到出学佛的时候 就像是昨天一样 即生年就像一场梦 你说人生在世 有什么意思 何必要做害人的事情 何必要做确得的事情 不值得 所以我常常跟这个 亲近的同学们 说话了 我劝大家了 我们对于这个世界 要彻底放下 到这个世界来 要知道 断我修选 在哪里断呢 在人事环境 在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 顺境 不生贪爱 顺境里头断这个 贪 断吃 逆境里头断成会 贪较吃 是三度烦恼 贪 臭吃慢了 余生俱乐的烦恼 怎么断呢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除世待人皆无 这个都是好的语言 顺境是好语 逆境也是好语 你看逆境里头 断沉断吃 顺境里面断贪断吃 我天天干的是断烦恼 断贪臣吃 断贪臣吃 自然就长智慧 转烦恼为菩提 每一天的生活 发息充满 很充实 这一天没有得过 年岁越大了 进步还越快 知道老师教导我们这个方法 秒绝了 关键是你肯不肯相信 能不能理解 肯不肯一教奉行 不贪图 使今 明文理 五语六成 全是假的 这个大臣经 对于这个 事法界一正状元的真相 讲得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们不可以 随身烦恼吸气 随身烦恼吸气 造六道轮回的业 你就除不了六道轮回 所以不可以随身烦恼吸气 要把烦恼吸气 转过来 转实诚挚 不但是 这个重要的 大臣修行理论的基础 也是绝妙的方法 你能转得过来 前面 我们讲到这个 六祖大师 八句记里头 第二句 平等性质 心无病 这叫转地其实 为平等性质 这个修行 真正修行 用功夫 从真理下说 于世出世间 一切法 不要再执着了 应当要放下 放下并不丢人 有很多人说 爱与情面 那错了 情面是烦恼 有什么面子 金刚经上说 无武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数者相 那面子在哪里 无武啊 所以我们有真正智慧 知道哪些事情我应该做 哪些事情我不应该做 自立的事情 是彻底放下 是自立 立他的事情 那叫提起 我们常讲 放得下 提得起 放下 提起 是同时 不是有先后 那是什么呢 正是我们在很热心 为众生服务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放下 没有自己的灵魂力量 没有自己的得实力量 没有 这放下了 放下不是什么都不干 我还有身体 我还有体力 我还可以为大家服务 那我就非常热心为大家服务 那么我 这是这个行业 也有不少人问我 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 所以我告诉大家 这个行业是张家大师替我学这 他老人家劝我 出家 这个洪法利生 学经教 讲经说法 我想想呢 也很有道理 这个也是我很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我接受他老人家的教导 那么选择这个行业 就等于我们在世界里面 选择什么呢 教学 一生做一个好教育 那你就念师范学校 念师范大学 将来一生从事与教育工作 教育工作里面有两种 一个是教学 一个是行政 我的老师 方东美先生 叶森教授 他没有搞行政 好像这是在台湾有一段时间 那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接了一点行政 就是哲学系的主任 台湾大学哲学系的系主任 那比这个更高的职位呢 他就从来没做过了 这个一直到退休 一生都是教授的身份 教育 我还有个同学 中学同学 非常要好的朋友 傅乐陈先生 在台湾大家都知道 也是台大的一个教授 他教历史 一生研究历史 是学家 那么一生呢 也是教授天天上课 没有管过行政 那有一年 这个台南呢 成功大学 开办的时候 他们校长的时候找他 找他去做文学院的院长 他去了 做了一个学期就辞职了 回到台湾 回到台湾 我们老同学聚会 在一起吃饭 他告诉我 他说 那个工作简直就不是人干的 一生教书 那你也搞文学院院长 这个事物 你要接触人 要管事 他从来一生没管过事 也没有管过人 没有这个经历 没有这个经历 所以突然搞这个东西 他就受不了了 一个学期辞职了 所以我们的选择 是选择做教员 没有选择做职员 你像这个系主任 院长 这是这个教务长 校长 这都是这个学校里面的行政员员 我们今天讲的说 教员跟职员 职员是说 在我们佛门讲 护法 职员是护法了 这个法式教员是讲经说法了 你没有好的 这个职员的话 教员再好 没地方发挥 职员他来管理学校 他来办学校 像我们今天这个道场也是一样 所以真正功德 我过去唱书 我们讲洪发立生 功德谁大呢 职员大 真是跟学校一样 在学校里哪个最大 校长最大 不是你这个老师最大 再优秀的老师 也不能跟校长比 再优秀的老师 你在这里能发挥你的常才 校长聘请你 校长要不聘请你 你不能发挥 所以教育的成功 所以教育的成功失败 责任是谁 责任是校长 不是教育 所以一个四月安安堂的这个主持 佛法在这个地方 心衰 他的责任 佛法心 他的功德 佛法衰的时候 他的罪过 我们做教员的人 没有 教员总是受人家雇佣 人家聘请你 你就来给他开阔 好好的教 人家不请你 那我们就到别的地方去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所以红护是一体 但是护法比红法还要重要 这是我们不能不晓得的 这个地方有好的这个护法 好的护法是什么 他一定会聘请有代谢 有学问 通宗通教典 大德 无论是在家出家 请他到这里来讲进说法 普贤十一院里面讲的 秦庄法论 这就是离情法司 到这个地方来讲进 在家居士 从事于讲经 这个工作的 也称法司 法司 不限于在家出家 从事于这个工作 男女老少 都称法司 这个要懂啊 护持佛皇 这个道场 住持 也由在家出家 这个四庙 安堂 多半都是出家人 做主持 但是也有少数的时候 是在家人做主持 你比如 我们在台湾 台中联社 台湾很多地方都有联社 联社是在家居士们组织的 联社的社长 在家人 我在台中 台中联社 这个创办人 第一届的社长 就是李老师 我到台中去的时候 他的社长已经交给别人 交给一个杜 杜局司 但是他们的 他有董事会 他还是董事会的董事长 那么他搬 瓷光图书馆 我去的时候 他瓷光图书馆刚刚开办 他是董事长 金馆长 这都是佛教的道场啊 护法 护持正法了 那么环游 你想我们在这个新加坡 居士林 居士林是在家居士道场 他的林长 是在家居士 这个都是后发了 那么在中国大陆 有许多地方都有居士林 我在上海 居士林 还做过一次讲演 早年 北京居士林的林长 就是黄念祖老居士 我到这个 第一次到北京 我去拜访他的时候 他是北京居士林林长 所以在中国有很多居士道场 那么这个都是讲到护法了 红护是一体 护法摆在底了 你是这个道场的主人 要不要请你 你再优秀 有德行 有学问 有修有正的 这个教员 没人请你 那么在古时候 没人请怎么样呢 没人请呢 就往生了 为什么呢 这个世间没有发源 就走了 真的是生死自在 如果有发源呢 就不能走 这个地方没有发源 那个地方还有发源 现在这个交通比从前更要方便 更便捷 哪个地方有缘 就要到哪里去 所以做教员的行云流水 我们一般讲是云水深 没有固定的地方 没有固定的道场 真正从事于讲经 这个这个红护 我们讲教员的时候 他没有道场 为什么有道场 他就变成护法了 他就住持一个地方 他没有 一生都是做教员的身份 那么都是在各个地方挂担 哪里有情 就到哪里去 没有情的时候 有这个交情好的 找一个地方去 住住下毛棚 闭闭关 提升自己的境界 这个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 有缘呢 有缘呢 就金山天下了 我有缘呢 要知道独山其身 无论有缘呢 无论有缘 无缘 都是在 断物修下 急功来的 特别是在 现在这个乱世 今天这个动乱的局面 在整个世界上 有史以来 没有过的 天灾人祸 这样的平凡 为什么会有这些状况出现呢 原因到底在哪里呢 原因是 俗活了 深险的教育 真的 像三字经上所说的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这两句话 是吧 为什么要有教育 道理说出来了 你要是不教啊 他会随着习性 与 本性本善呢 就越来越远了 要永远保持 但是这个本性本善 那靠什么呢 靠教育 所以这是 这个道理要懂啊 性相近 习就相远了 所以 苟不教 心乃千 你要真的是 不教他 那就越变越早 所以我们看 最近呢 全世界 东方西方 都把圣贤教会 俗活了 为什么 科学技术发达 认为科学是万能 科学可以征服自然 科学可以征服一切 拿到科学 那就可以 唯一所为 这是一个错误观念 这是今天 所有一切灾难的 真正的原因 那我们晓得 古圣先行的教育 就是 保持防范 让你不设 真心 不设 本善 现在人 齐心动念 都是自己的利益 你要想跟他商量办个事情 他首先要问 这个事情 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有什么利益 把这个再写他 这跟从前人不一样 从前人 给他想 这个对社会有好处吗 这个对大众有没有好处 从前人是把大众的利益 放在地上 社会的利益 放在地上 我又想到我个人利益了 没有啊 过人只要 吃得饱 穿得暖 就很自在了 知足常乐 这是真正的 我们这一生 就是学到这一点 所以这一生很快乐 一生非常幸福 你看我在讲习里头 都说了很多遍 我自己肯定 承认 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最快乐的人 我这个幸福快乐 神给我的老师教过 所以我知恩报恩 念念不忘老师 我的讲堂 我的摄影棚 我老师的照片 都挂在我的对面 每一天面对着老师 面对着护法 念念是感恩的心 这样的 你自然就转过来了 自私自利的念头 没有了 执着呢 自然就淡了 几时淡化到 执着没有了 心无病了 为什么 所有一切的障碍 严重的严障 人跟人的障碍 人跟死的障碍 人跟无的障碍 人跟一些鬼神的障碍 都是因为有魔 有知识 我要怎样怎样 我以为怎样怎样 这个麻烦呢 我们常讲 对立 这个对立里面呢 就有控制的念头 有战友的念头 就错了 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呢 不能够真正 彻底了解 这个一切法 是虚幻不是的 世尊慈悲也 这一段事情 讲了二十二年呢 不如天天在讲 讲什么 一切法 无所有 毕竟空 不可得 心经 注意天天念 有没有随闻入关 不能随闻入关 一天念三百遍 也没用处 对不起作用 你要能够随闻入关 心经上 无知有得 念了心经 真正作用在哪里 放下 彻底放下 真正自己做到 愈人无真 愈事无求 你说你多快乐 你多自在 前生 往昔 所有这些业障 都化解了 这叫真正 叫修行 把我们错误的思想 错误的见解 错误的言语 错误的 错误的行为 你修正过来 你修正过来的时候 当然自在了 所以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 慈悲 自自然 然就 先行 为什么 那是本性 本善 儒家讲的简单 本善 什么是本善 佛家讲的清楚 我们平常讲的 真诚 是本善 清净 是本善 平等 是本善 正觉 是本善 慈悲 是本善 人之初 信本善 本善 不是学来的 本善 是信的 只要你 把那个 自私自利 控制 占有 对一切人 事无 控制 占有的念头 统统放下 本善 就显现了 佛法也唱 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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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真诚 清净 平等 真就 慈悲 不必 不是学来的 自信 本来就 所以 心无病 没有病 你看 虚伪 是病 染污 是病 虚伪 不真诚 真诚 就没有病 清净 没有病 染污 就有病 平等 没有病 不平 就有病 正觉 没有病 愚痴 就有病 慈悲 没有病 自私自利 就有病 所以 你只要 把对一切人 事物 控制的 念头 占有的念头 这是我常常讲 你从这里放下 不再干这个啥事情了 平等性知 性无病 转世 我这个方法也很简单 也很容易懂 只要你正干 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人 对死 对我 不止住 一切岁月 什么都好 阿弥陀佛 好 现在时间到了